大家好 我是慕成 欢迎来到Vizu 这里是在上海MWC 其实前几天 大家可以看到CES 我专访了Asia的总监 但是今天的这个MWC 其实对于我们的数码发烧友 更加友好 除了5G的很多应用场景 像华为中心之外 我们数码爱好者 更加关注的 就是这边的OPPO的 那个屏下摄像头 和这边Vivo的120W的快充 所以我们今天 快速的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OPPO的屏下摄像头的这一块 人已经挤得 实在挤不进去了 对 可以看出大家对屏下摄像头的 一个热度 这也是全场观众 围观最多的地方 和三星那些展台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手机呢 就是OPPO 现在我们花了非常长的时间 才挤进来的 这个屏下摄像头的方案 目前这个屏下摄像头的方案 其实我们很早在节目里面就说了 去年上半年 索尼已经联合三星做了早期的方案 但是量产有难度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 在图库里面 我们换照片 可以看到在 很丰富的颜色的情况下 其实它不太可见 这一块一个区域 但是当我们在黑色区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有一些变化 我们找一个黑色的区域 大家就可能明白了 如果有一个光线打光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有一块区域 OK 它的解决方案呢 是我们正面看上去 是一块整体的屏幕 但其实它在下面 是有两块屏幕拼接而成的 这个上方做了一个 透明的一个基地 所以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这个前置的拍照 我们来打开这个前置摄像头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场的这个拍照的成像效果 是非常的模糊的 是非常的模糊的 目前这样的一个光的串扰 还是一个接下来 要解决的问题 同时呢 如果你摔得很严重的情况下 那么如果屏幕完好 也可能会让你的前摄受伤 所以这个呢 其实OPPO现在已经有 比较好的 这个机械式的解决方案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表达OPPO在这个 技术布局和决心上的 今年不够成熟 省医人也说出来不了 我们期待明年后年 这个OLED技术 包括这个摄像头 对光线处理 有着更好的这个解决 但是如果只是 把机械的升降方案 换成了这个 让你加个300500 的这个成本 你愿意接受吗 欢迎弹幕分享以后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Vivo的120瓦的超快闪充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场充电的表现 可以看到它确实是以这个 非常可见的一个速度在快充 据说13分钟可以充满 我们现在有几个疑问是第一 这个技术的安全性如何 第二这个解决方案是Vivo自己研发的 还是哪一家提供的方案 然后第三它的电池容量是多少 第一是它对电池的这个损耗 会不会加倍 也就是说你120瓦快充 可能电池用大半年电池的这个 寿命就只有90% 甚至都不到了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还有这个模拟是否完全真实 是否可能会存在那种虚假显示的那种问题 这个之前发生过很多别的厂商 从我们来说的事情 当然还是很期待的 这120瓦这样的一个体验 13分钟充满 确实我们非常的经验 在请教了现场的技术人员之后 他说这个充电的流程 是先把充电头输入的是20伏6安 然后进来了手机之后 会变成10伏12安 然后它是通过串联的两块 2000毫安的电池 分成两个串联分区 就是每个是5伏12安 这样加在一起 就总共是10伏12安 一个将近120瓦的 吸频的充电的最高效率 OK 然后最快可以5分钟充满50% 13分钟可以完全充满 所以这一个技术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而且他们承诺说 可以在500次充放电之后 依然能保证80%的电池寿命的结余 所以说如果这个技术 让你多花个300500的话 我觉得我非常乐意 让我的充电的时间缩短到13分钟 就可以完全充满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新技术 对我们来说 最关注的当然是OPPO Vivo 这些3C产品的屏下摄像头和120瓦快充的创新 它确实可能会在未来 对我们的产品形态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在当天MWC上7个管 OPPO Vivo华为加在一起 可能一个管都不到 其他大量的都是5G的行业 垂直应用的场景 这个关于5G它的低延迟和高速 究竟会对我们的应用场景 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多大的创新呢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和大家做前沿的探讨 感觉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我是沐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